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徐时论》 我是老徐 今天是2023年1月13日 现在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最新的外交政策 又再次急转弯 就像他的经济政策 清零政策一样 突然之间急转弯 当然这有他的内在关系 就是所谓的由清零变成开放 然后跟经济和外交 其实是一连串的转变有内在关系 因为一切都是为了拼经济 还有精神病领袖下了死命令 要排除一切噪音全面拼经济 拼就业 拼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战狼就要退下来 赵立坚就要被发配边疆 由外交部发言人就调了去做一个叫做 什么叫做 外交部边界和海洋事务师傅司长 他这个调职就说叫做平调 但是如果从影响力 从光环 出来说话多威胁 这两个角度来说 都可以说是一次的 凑冬沽的行为 而且去了一个 外交部边界 实际上说 我想升职的机会就很低了 好了 你看到这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战狼将会从此消失 不过 什么时候复活呢 又是另一个叫做政治形势转变 这个暂时我们看不到 但是这个战狼消失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命定 可以说是判定了 中俄外长1月9日首次通话 新任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就这么说 他说 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民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 我们愿同俄方携手落实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不断将中俄关系推向前进 如果你说两国元首的共识 绝对不是什么不结民 不对抗 不针对 而且这三笔 老实说了等于没有说 不结民 那就是不跟俄国结民吗? 当然不是 他那时候说是不同 俄国以外的第三方结民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这三个可以说是废话 这是三笔政策 大家看到现在 这个秦刚 这个说法三 将中俄关系的声音低了很多 整个声音低了很多 两年前 当时的中国外长 战狼外长王毅是怎么说的呢? 当王毅你说战狼是不会否认的 但是现在秦刚 你试试再问他是不是战狼外长 他一定否认的 当时王毅怎么说呢? 中俄战略合作 没有止境 没有禁区 没有上限 是三无政策 不是三笔 俄乌战争爆发后 秦刚以驻美大使的新品 他说中俄之间合作 没有禁区 重复了王毅的说法 但是也有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宗旨和原则 是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后面一段也是废话 在外交上 好了 现在你看到 由三无 就是无止境 无禁区 无上限的表述 一缩 在哪? 三不政策在哪? 要喊 喊都喊不到回来 无止境 无禁区 无上限 一缩就变成三不 不结文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这种表述 三无 三无 你在何方呢? 又是要喊战狼 战狼 你在何方呢? 希望记者朋友帮忙忙 帮老徐 问一问汪文斌 或者是华春莹 甚至可以问问现在的外交部部长秦刚 和俄罗斯的三无 是不是仍然存在? 事实上 习近平和普京逐渐疏远 可以说已经是 舍在场上了 在9月15日 即是上年9月15日 习近平和普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 撒马尔罕 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时候 普京就这么说 普京就说 俄罗斯理解中国对乌克兰局势的疑问和担心 明显地反映出 普京感觉到习近平的疏远 不舒服得要说出来 我明白的 我明白你们的疑问和担心 去到9月27日 中国联合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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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你也不能说给我知道了 好了 现在说了 去年9月27日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 将军 在安理会有关俄罗斯 在乌克兰举办吞并投票的会议上 吞并了四个区域 那时候他就这么说 中国注意到了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 我们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 就是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必须得到尊重 虽然这句说法你也可以说是外交辞令 但是外交辞令是偏向乌克兰多一些 因为俄罗斯当时是投票要吞并乌克兰的领土 好 而他这么说法 所以我们就觉得 那时候已经看到有点转态了 还有 11月4日 当时大家都记得了 老徐也说过 习近平 在跟德国总理舒尔茲会议的时候 他这么说 反对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 另外 这个表态也在 在另一次 他应该多次说 他是反对使用核武的 这件事就好像警告普京 你不要想核武 上述的政治取态也说明了 习近平正在逐步疏远普京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疏远普京呢? 就是因为为了要拉拢欧盟国国 拉拢欧盟国国无论是对经济和外交都有好处 你想想 如果还站在俄罗斯那边的时候 俄罗斯所侵犯的就是欧洲 也是欧洲的其中一个他们的心腹大敌 如果你跟普京站得太近的时候 你怎么跟欧盟国国和好呢? 美国肯定就已经始至要整死习近平了 但是习近平仍然 还可以利用 最少他认为 还可以用利益逐一收买欧洲各国 所以他先从德国和意大利入手 大家记不记得 他二十大之后千方百计地利用一些利益 构念了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访问中国 这就是习近平的如意算盘 但是是不是真的敲响呢? 倒取就认为真的太迟了 大家看看 先看德国 很多人都说德国在欧洲里面是最亲中的了 德国总理肖尔茨所属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克林拜尔 如果这么说 就是说他跟英国的政治制度不同 英国的政治制度内阔制 党魁自然是当首相的 但是德国不是这样的 就是党魁还党魁 总理可以是另一个人 这个领导人克林拜尔 就对德国时代周报这么说 他说如果中国侵台 德国将被逼 好像和俄罗斯一样 断绝和中国的关系 德国时代周报报道 德国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战略 以更冷静的态度看待中德关系 减少德国对亚洲超级经济强的依赖 克林拜尔表示 德国必须更加独立于中国 开拓其他市场 并寻找其他原材料贸易伙伴 他这么说 这是我们和俄罗斯关系的重要教训 几天前 德国执政联盟成员 自由民主党的党鞭 齐勿以慢 他率领德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 你看到这个举措 已经完全不给中共面子了 你猛地怎么说也没用 现在德国其中一个政党 率领访问台湾 带来议员去 访问在1月11日的时候 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时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让德国意识到 应该减少对中国在经济上的依赖 今次访台也是为了调整 考量德国政府正在努力制定中的 新中国战略 好了 这次真是 阿契弟弟被阿契哥害了 习近平现在被普京害了 普京突然之间 好像发神经那样攻乌克兰 于是弄醒了美国以至欧盟 大家都知道 不行 欧盟很多大国都是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能源 现在打一打这场仗 马上醒了 就觉得我们这样的依赖不行 于是就自动将这个局面 引进去中国那里 有网友可能会说 老徐你错了 很明显你错了 习近平的战狼外交从来都没有退场 你看看中共是怎么报复韩国和日本的呢 我们看看这宗新闻 中国较早前停止向韩国和日本公民发放短期附华签证 以报复两国针对中国游客的新入境 去针对中国游客的入境新冠检疫措施 在星期三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进一步表示 即日起对韩国和日本公民暂停签法口案签证 及停止721144小时过境面签证的政策 中国政府此前表示暂停签证的做法是持续到针对中国的歧视性入境限制被取消 在上星期韩国停止向中国旅客发放旅游签证 日本没那么强的 允许中国旅客入境 前提是他们的新冠病毒检测要呈阴性 其实英国和美国类似的 但在日本也限制了从中国飞往某些日本城市的航班 好了 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 有人说 喂 你是不是看到这个还不是战狼外交? 好了 我怎么看这个情况呢? 先讲讲 为什么特别针对日本和韩国呢? 其实不让中国旅客入境 第一个率先的是非洲国家摩洛哥 刚才新闻也说了 那些要你飞到落地的时候要做检测的 又不只是日本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英国、美国都有类似这样的措施 为什么只是针对韩国和日本呢?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 有一件事叫做本性难矣 本性难矣是什么? 就是大家经常听到一个比喻 有一只青蛙 有一只蝎子想过河 就跟青蛙说 你载我去过河 好吗? 接着青蛙说 一会你刺我一下就死了 但是蝎子说 少担心吧 我刺你一下 我就一起和你一起死了 我会浸死的 于是青蛙想想 也是 好了 再去吧 谁知道去到半路 蝎子真的刺了一下 接着青蛙说 喂 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接着蝎子说 喂 没办法 我本性就是这样 好了 其实老徐在11月20日的节目 题目叫做 《习近平恩何羞辱泰国总理巴育》 《中共战狼外交跟习近平性格的关系》 在这一集节目我已经有解释 解释就是 习近平这一份人 有一个严重的性格缺陷 或者性格偏质 大家如果还没看 请看回这一集 我这里不再重复太多内容 总而言之 其实这跟习近平自己本人有关 一 他可能抽起这根 就觉得 哇 那很不给我面子 另外就是 这些偶然也会复发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 就是代表推翻战狼 就是大家应该要不要再玩战狼外交呢? 我又觉得不是 第二 原因在哪里 就是要跟国民交代 这件事很可能就是国仇家恨 涉及到 特别是日本 经常说百年国耻 这些东西 过去你吹了这么久 当然吹了很多小粉红出来 民族主义上脑的人 我已经多次说 别人这个时候 你爆到恒恒恒恒 我不让你进入我家 是不是很合理? 大家都觉得很合理 但是不是的 这个发生在日本、韩国 这些地方 我们觉得很离谱 韩国以前是我们的附庸国 那时候是朝鲜 哇 这些涉及到什么呢? 可能在国内 有很多小粉红就很不满意了 好了 所以 他这个举动 其实 真的可能 一个方美十 跟日本、韩国 沙嵩都不顶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知道了 我们有我们的困难 我们有苦处 我唯有是这样做 很快就开放了 不要 千万不要误会 我们两个关系 仍然是非常和好的 可能背后是在说这种说话 好了 第三 有三个可能 我也是说可能 第三 就是 中国觉得日本和韩国欺负得起 我们可以欺负日本和韩国 为什么呢? 因为 所谓的贸易顺差 就是 中国买日本和韩国货多于日本和韩国买中国货 所以他觉得 我欺负你 你也可能会跪下 有这样的想法 等于昔日欺负澳洲一样 一会儿也会提到澳洲 好了 第四 就是什么呢? 这个你看到 如果真的觉得日本和韩国欺负得起 这个就是很傻子的想法 不是说韩国和日本欺负得起的问题 事实上 中国本来现在正在想韩国 想韩国就希望 和美国的关系可以保 希望它可以疏远一点 什么杀不导弹 不要再装那么多 但是 还有这个芯片 高科技那些东西 就是希望可以拉回韩国 但是有机会就是 喂 判断形势 拉不了 日本和韩国都拉不了回来 于是就决定 好了 既然这样欺负得起的人 欺负得起的国家 我就欺负他 但是这是很傻子的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 这是强化了中共横漫无理的形象 你以为我只是欺负日本和韩国 不关欧洲事 欧洲不会因此和我们的关系会有什么损害 想错了 这就是想错了 为什么呢? 这是强化了中共横漫无理的形象 其实也会影响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关系 好了 战狼外交确实其实已经是战略性退却 但是刚才我所说的 仍然会按政治需要 忽然之间就会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 那么 这个战狼外交 我说退却 这个说法也有更加多的资料显示 这个 你看到秦刚 又是说到秦刚 秦刚在四天 就是刚才说的 他由三毛变三笔对俄罗斯 他在1月4日 在美国华盛顿邮报赞文说 他说坚信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就不会关上 而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有关两国人民和地球的前途命运 秦刚又在文章中 回顾了自己担任驻美大事期间 走访美国22个州 与美国各界互动的经历 他表示 在新的崗位上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是他重要的使命之一 他还缓引了美国私人艾特略 Eliot就是很出名的诗人的诗句 抵达终点意味着新的出发 他这么说 我相信中美关系也终将回归正途 并不断前行 《日经》《亚洲报道》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以温和的语气 开启了2023年 这可能是为了让习近平在11月能够前往美国 参加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奠定基础 这个其实是旧文 因为秦刚刚刚才说 在4月的时候这么说 4日 不是 在说是未来 未来2023年11月 好了 之前 澳洲在国际社会呼吁 新冠病毒传播去追缘 中共就此无银三百两制裁澳洲 这件事大家都记忆犹新 好了 中共如何? 不买它的梅 不买它的龙虾 不买它的红酒 所以那段时间老徐买多了很多澳洲红酒 现在的情况又如何? 现在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 大家看到 去年12月21日 澳洲和中国两国维持了四年绷紧的关系 黄英然就是澳洲外长 成为了四年来首位造访北京的澳洲外长 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 并出席了中澳建交50周年纪念活动 黄英然在12月21日下午出席会议的时候 对黄毅说 如果要是两国能够明智地管控分歧 就可以各自维护它的国家利益之余 也可以发挥双边关系 黄毅回应称中澳不存在历史职缘 也没有根本厉害的冲突 应该完全可以成为相互需要的合作伙伴 好了 11月 在印尼巴里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 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 被认为是澳洲和中国关系解冻的迹象 澳洲关系绷紧了四年 现在都可以解冻了 所以再一次说 这个所谓的政治形势是随时说变就变的 除此之外 中国驻澳洲大使肖千在1月10日 这是很紧的新闻 1月10日就表示 中澳两国关系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突然间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尽管双方的分歧和争端仍然存在 但是双方同意以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不允许以分歧挟两国的整体关系 英国《卫报》就报导 蕭千在澳洲坎培拉举行的大使馆新春记者会上说这番话 而澳洲外长王英然在日前的北京之行非常成功 蕭千说这次之行是非常成功 是一次很好的会面 蕭千说王英然访问为双方落实达成的共识 提供了路线图 上次双方的协议只在重启包括贸易和经济问题 在内一系列关键领域的对话 他暗示今年可能是中澳关系转机的关键阶段 而且两国关系可能从此稳定改善 真是挺好 但是大家都记得 如果你听听我都知道 澳洲最近其实是黏在美国那边很多 虽然现在那个总理是新的 新上任的总理 会不会改变呢?也要拭目以待 但是之前有一个奥格斯 总而言之是一个军事联盟 美国、英国和澳洲组成了军事联盟 甚至买了一些核潜艇给澳洲 好了 现在这些中共都是放下它 放下这些分歧 我们是全面战略伙伴 其实这个金融时报 英国的《金融时报》 都有一篇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习近平重启中国经济 并赢回朋友的计划 为什么呢? 为什么习近平这么注重经济呢? 刚才解释过了 因为经济跌到谷底 不过习近平要谷经济 是不是就可以谷底反弹呢? 稍后我们再谈谈 我们先来看看 国际社会会不会 因为现在中共这种 叫做战狼失踪的情况 对中共的围堵 会宽松下来呢? 请不吝点赞 小转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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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转养 移优 小转充 热 不变 小转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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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